大家好 今天我带大家来市场看几种鲜货 陈旭玲是个地地道道的瑜伽女孩 从小生活在海边 对家乡的海鲜了如指掌 这个就是北方的沙丁鱼 其实它的学名是叫多灵喜 90后的她思维活跃 喜欢利用自媒体推广家乡鲜货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赵安的鲜货 也为了积蓄粉丝量 她热情地邀请我一起来做一场美食直播 大家好 这是我今天的搭档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能跟旭玲一起直播 旭玲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做蚝蛙煎 蚝蛙煎就是柯仔煎是不是 但是咱们今天很特别 因为我们要现挖 现做 现吃 为什么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 来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看到我身后的好多的这个石头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 对不对 对 好吧 还说什么呢 咱们赶紧走吧 蚝蛎是一种依附寄生的软体动物 因为长出硬壳之前 就附着在石头表面生存 所以会和石头严丝合缝地长在一起 这个就是 是吧 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都要戴上这个手套 因为它其实这个 它这海粒 它这边是锋利 好容易把手里扎到 我们要用这个工具 一般都会敲比较下面的这个位置 下壳它比较厚 长得还挺结实 对对对 这样子敲一下 然后这样就敲下来了 对对对 出来了 很容易就下来了 这个稍微小一点 它潮水 潮起潮落 就有一些微生物啊什么 就靠这个生长 比如说我们这个敲完 然后等到明年的话再来敲 对 它会再长出来 还会再长 对 这种长在石头上的牡蛎 在本地人的餐桌上 已经食用了上百年 如今为了满足巨大的需求量 大多数的牡蛎来自海中调养 蓄林告诉我 虽然都是牡蛎 但是在海水中调养的牡蛎 因为生长环境不同 所以贝壳的形状会更规则 牡蛎肉也要饱满一些 这种牡蛎更加适合烧烤 大蒜中的主要风味物质 大蒜素拥有辛辣刺激的特性 不过在给牡蛎肉提线上 却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 在湿软的摊涂中 寻仙并非一帆风顺 我觉得我今天 必须得把这水库拖在这才能出去 我被软泥吸住 无法动弹 多亏一旁的阿姨帮忙 才把脚拔了出来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